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巴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树立典范 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巴铁杆友谊 历久弥坚 关键在于双方始终相互理解 高度信任 坚定支持 感谢八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长期坚定支持中国 中方也将一如既往 坚定支持八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支持八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八方坚定打击恐怖主义 中方愿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同八方发展规划对接 因地质疑开展农业 矿业 社会民生等领域合作 以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板为中心 共建增长 民生 创新 绿色 开放五大走廊 推动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走身走实 助力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希望八方持续创造安全 稳定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切实保障再巴中方人员 项目 机构安全 中方愿同八方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 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聚焦发展议程 应对安全挑战 完善全球治理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夏巴兹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有利促进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 实实在在地造福了巴基斯坦人民 八方将学习借鉴中国的治国里程经验 同中方持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一个中国原则是巴政府坚定不移的承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方将继续毫不迟疑地坚定支持 中国在涉台 涉藏 涉江 南海等 所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其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 访问的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 习近平指出 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有着广泛共同战略利益 中方愿同八方用更具前瞻性的眼光 就双边关系做好战略规划 明确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充分发挥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的作用 巩固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 创新等新兴领域合作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再工业化 南美一体化路线等发展战略对接 今年两国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 这是双方朝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 开展交流合作 深化友谊的五十年 中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 两国关系远远超越了双边的范畴 中方支持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支持巴西办好今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拉共体各方密切沟通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进一步发展 阿尔克明表示 巴西政府致力于实现包容可持续增长 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西投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矿产 新能源汽车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巴中都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理念相同 合作潜力巨大 奉回是综合报道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7号表示 中国巴西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 是当前国际社会围绕乌克兰危机 能够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中方欢迎更多国家支持 并加入共识 耿爽当天在安理会审议 乌克兰问题时发言说 中方对乌克兰战火仍在延宕 人道局势日益严峻 外溢风险持续显现 深表关切 中方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理性克制 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同时呼吁当事方尽快恢复对话接触 实现停火之战 耿爽说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参与者 自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出积极努力 不久前 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了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强调对话谈判 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 呼吁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局势缓和降温 同时呼吁各方加大人道援助 反对使用核武器 反对攻击核电站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乌克兰第一副外党刚刚结束访华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也向乌方详尽介绍了六点共识 我们相信六点共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望 是当前国际社会围绕乌克兰危机 能够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欢迎更多国家支持并加入六点共识 逐步扩大政治解决的积极势头 让实现和平的前景更加光明 耿爽说 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同有关各方保持接触沟通 为政治解决危机做出不懈努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还谈及俄乌战事 普京表示目前还没有必要动用核武器 这是普京迄今为止 在是否发动核打击仪式上 所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谈到俄乌战事 他表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推荐取得进展 俄军正逐步夺下俄方应当控制的领土 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军事动员 也没有计划这么做 针对俄罗斯是否应在乌克兰问题上 用核手枪抵住西方国家的太阳穴 普京回应指 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到触发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但不排除今后会修改政策 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至于俄乌和平谈判 普京表示所有武装冲突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的和平协议结束 俄罗斯有意与乌克兰展开谈判 但前提是能够达成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协议 北纹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号访问瑞典时表示 根据国际法 乌克兰有权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 斯托尔滕贝格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军事基地 与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克兰有权自卫 而自卫权包含打击攻击方或侵略者领土上的合法军事目标的权利 而侵略者就是俄罗斯 欧洲总统普京早前警告 允许乌克兰使用更强大的武器袭击俄罗斯 将导致更严重的局面 而且正在将西方国家引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对此俄罗斯将武装西方国家的敌人以作报复 中国部7号表示 武军使用5枚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袭击 恶控5卢干斯克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 50个人受伤 伤者包含4名儿童 有10个人伤势严重 另外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的网站 当地时间在7号显示的信息 俄罗斯内务部将乌克兰前总理 吉莫申科列入通勤名单 遇袭的五层高居民楼 其中一个单元 由地下至五楼几乎完全倒塌 救援人员在瓦利下搜索被困人员 据俄罗斯紧急部门表示 最少有8人在瓦利中获救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5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袭击卢干斯克市的居民楼 其中4枚导弹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 1枚导弹击中了2栋居民楼 亲俄的卢干斯克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就指 5军的导弹袭击造成33栋建筑物受损 包括两所学校及三间幼儿园 而俄军7号凌晨也对乌克兰境内 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通袭 乌克兰空军称 俄军图95战略轰炸机 从萨拉托夫州发射5枚巡航导弹 从克里米亚东部乔达角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库尔斯克州 起飞53架无人机 对乌克兰境内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空袭 乌军防空火力在哈尔科夫州 扎波罗热州 地涅波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 基辅州等地空域拦截了5枚导弹和48架无人机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俄军在6月1日至7日期间 使用高精度陆机空机和海机武器 以及无人机对乌方进行了27次集群打击 俄军还对储存西方武器弹药的军火库 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了打击 方卫视综合报道 顿巴斯二军宪兵部队7号开始组织亚速高地居民撤离交战区 来看本来记者发自顿巴斯中线 奥切雷蒂诺定机段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 记者的身后呢 这就是H20的高速公路 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目前呢 乌克兰军队在记者的右侧的乌格莱达尔 新马越尔斯克方向呢 向这个条公路线呢 进行一个攻击 当然这也是俄军的主要的一条防御线 在这个方向上的定居点 十分靠近战斗接触线 经常受到来自乌军大规模的炮击 乌方还使用FPV无人机进行精确的穿越攻击 这次疏散的行动 以村民三自六人为一组 用军用车辆带出 俄军顿巴斯宪兵分队负责 移交给顿尼茨克市紧急情况部 和卫生部联合临时住宿组织 车队从奥切雷迪诺村出发 沿着阿富吉伊夫卡池 顿尼茨克乡村公路行驶 俄军宪兵护送车辆 配置了电子战设备 干扰着头顶上不间断飞行的乌军的无认机 抵达护送点后 需要登记每一位难民撤离的情况 和接住人员公证 以确保这些难民中 没有乌克兰方面的情报人员 在医疗方面 顿巴斯难民中心医院的全科医生 每天都会来到这里提供帮助 户籍部门也正在努力帮助他们办理 各种文书认证工作 顿尼茨克市的零食住宿点 已经为村民们提供了一切 必要的生活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顿尼茨克 卢干斯克 马里乌布尔 梅利托布尔等地 有13处难民输赢中心 这些中心分别由 俄罗斯国家杜马党团 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共产党 自由民主党 和公正俄罗斯党人处置 顿尼茨克 卢干斯克 俄控扎波罗热州政府 管理和进行贴补 复杭卫视鲁语光 伊万 拉曼 乌拉特 顿巴斯 中线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日前到法国 参加诺曼底登陆 80周年纪念活动后 展开对法国的访问 美国总统拜登7号 在巴黎约泽连斯基会晤 并宣布对乌克兰新的 2.25亿美元的远助计划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共同出席纪念诺曼底登陆日 80周年活动后 7日对法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这也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他第四次访问法国 他在法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洲不再是和平的大陆 并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使纳粹主义重返欧洲 泽连斯基指出 定于6月15日和16日 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和平峰会 将使乌克兰更接近 公正地结束这场战争 他补充说 这次会议可能是乌克兰的关键时刻 随后他到访法国外交部 及总统府爱丽舍公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共同签署多项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 同日在巴黎会晤泽连斯基 这是拜登与泽连斯基 自去年12月 在华盛顿会晤以来的 首度面对面会谈 拜登为国会延迟批准 美国最新援助计划 向泽连斯基道歉 并宣布一项新的 2.2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帮助乌克兰重建电网 并购买炮弹和防空拦截器等 法国总统马克龙 日前宣布了 法方将向基辅提供 更多武器的措施 并且不排除向乌克兰 派遣士兵的可能性 这在盟国中引发争议 欧洲各国目前正在讨论 法方希望看到的 欧洲教官联盟 在乌克兰训练乌军人员的项目 但似乎远未最终敲定 许多国家也正在质疑 俄罗斯实施报复的风险 方卫是李宫威莫野 欢迎回来 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 代表李松 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领事会上发言 进步阐述中风在日本福岛 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 强调中国主张对日方排海行径 实施严格独立有效的 长期国际监督 李松表示尽管日方千方百计的 为排海行径辩解 强调所谓处理水的安全性 但迄今也未能对福岛核污染水 进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现行监测安排的全面有效性 排放对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的 关切做令人信服的交代 李松指出向日方采取 严格独立有效的国际监督 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 福岛核事故以及核污染水排海 对于核能核电安全造成的严重担忧 误解和恐慌 才能有效地化解 包含中国在内重要利益 攸关国家民众 对日方排海的严重关切 中方希望日方能够进一步 拿出诚意和建设性的态度 认真对待国内外的 正当合理关切 确保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不对海洋和人类造成长期危害 联合国大会7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了中国提出的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 将每年的6月10号 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同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份决议旨在充分发挥 文明对话重要性 为国际团结注入正能量 第78届联合国大会 在7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了中国提出的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 这份决议明确 所有文明成就 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 突出强调文明对话 对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份决议将每年的6月10日 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邀请联合国会员国 各联合国机构共同庆祝 决议倡导文明多样性 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 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 决议还决定将6月10日 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并鼓励联合国成员国 以及联合国各机构 以不同的方式庆祝和纪念 这一国际日 傅聪表示 当前世界正进入动荡变革期 人类社会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方倡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是为了发挥文明对话 对于消除歧视偏见 增进互信理解和信任的重要作用 也体现了中国的担当 通过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 来推动国际社会 应对共同挑战 为国际努力注入正能量 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 对多边主义 以及联合国工作的大力支持 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中方也鼓励各国 根据联大决议 在这一天可以举行 国际日的庆祝活动 倡导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这份决议也由俄罗斯 古巴 伊朗 巴基斯坦 阿联酋 埃及等数十国 共同提案 放会是陈银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将在9号揭晓 有学者指出当前右翼 和极右翼阵营的势头强劲 如果获得更多的支持 将违及欧盟2030议程的推进 西班牙在欧洲议会 720个席位中占据61个席位 截至6月9日 将有大约3800万西班牙人 为着61个席位的分配情况 进行投票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 对欧洲议会选举进行的最新民调 西班牙最大在野党人民党 将以33.8%的投票支持率 获得23个席位 以不足4个百分点的优势 领先执政党工人社会党 可能获得的20个席位 极右翼政党呼声党 则以6个席位位居第三 根据西班牙和这些右翼政党 将塔利班政权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总统托卡耶夫近日表示 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展经贸合作很重要 另外他重申解决中东长期冲突的唯一办法 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三号 在阿拉木图会见参加 集安组织议会大会的成员国议长 他表示会议是在国际局势 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举行 托卡耶夫重申 哈萨克斯坦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立场 解决长期冲突的唯一办法是 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阿富汗毗邻哈萨克斯坦南部 托卡耶夫着重关注阿富汗局势 他认为当前时期的战略任务之一 就是积极推动阿富汗参与地区间关系 托卡耶夫表示支持俄罗斯提出的 关于明确结安组织成员国 议会大会地位的建议 并强调议会间的对话 在加强成员国间合作关系 发挥重要作用 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坦南报道 联合国在7号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 已经把以色列军队列入安理会 侵犯儿童的止入名单中 并将此事告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而随后以色列代表就将 与联合国官员的通话视频 上传至社交媒体表示 对此一决定感到震惊 那联合国7号回应 无法接受以色列大使的做法 7日联合国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已经将以色列军队列入到了 安理会侵犯儿童的 耻辱名单中 这份名单包含在一份 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的 秘书长报告中 将在6月14日 递交给安理会审议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随后致电以色列 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丹 告知他这个安排 并要求避免泄密 同日阿尔丹把和联合国官员的 通话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 推特上 并称对于这个决定 感到震惊和恶心 联合国秘书长 7日通过发言人表示 对于以色列的做法 感到震惊和无法接受 our chief of staff Courtney Rottray called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Israel Gilad Erdan the call was a courtesy afforded to countries that are newly listed on the annex of the report it is done to give those countries a heads up and avoid leaks Ambassador Erdan's video recording of that phone call and the partial release of that recording on Twitter is shocking and unacceptable and frankly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in my 24 years serving this organization 安理会报告 设立侵犯儿童 耻辱名单 主要涵盖那些杀害 残害儿童 对儿童实施性虐待 绑架或招募 拒绝援助 袭击学校 医院等等的国家 或组织 联合国称 安理会成员将 阅读消化这份列表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凤凰卫视 陈寅谦 加广复 纽约联合国 总部报道 联合国将以色列 加入伤害儿童 耻辱名单 以色列总理回应 联合国是将自己 列入历史黑名单 以哈战事方面 以色列7号再次空袭 加沙北部离间 联合国学校 八方官员指出 至少有三个人丧身 而以军则表示 击毙一名武装分子 另外有媒体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 甘茨将在8号辞职 继日前对加沙中部 联合国学校进行空袭 造成数十人死伤后 以色列7日又攻炸 位于加沙北部的 阿斯玛学校避难营 八方人员指 这所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 正为大量流离失所的 八人家庭提供庇护 而以军称 他们打击了校内的 一个集装箱 因为它被哈马斯 当作计划袭击的集合点 但就未有提供相关证据 与此同时 针对6日对联合国学校的空袭 以军表示 在死者中又发现 八名武装分子 目前据以方所称 在这次轰炸中 击毙的哈马斯数量 上升至17人 据加沙官员统计 赴本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已在加沙 造成超过 15500名儿童死亡 而联合国则已确认 有近7800名儿童 在本轮冲突中丧生 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 埃尔丹7日表示 他当天被正式告知 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将乙军 列入在武装冲突中 侵犯儿童权利的耻辱名单 他称乙军是世界上 最有道德的军队 联合国不道德的决定 只会帮助恐怖分子 奖励哈马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回应指 联合国加入支持哈马斯的行列 就是在把自己列入历史的黑名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联社6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 月7月24号 在美国国会联席会上发表讲话 这一访问恰逢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 寻求达成永久停火之际 预计演讲将引发争议 回会大楼内外 也可能会出现抗议示威活动 美联社6日引述 知情人士消息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已接受了共和党 和民主党领袖的邀请 计划于7月24日 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 联名致信邀请内塔尼亚胡 约翰逊和麦康奈尔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内塔尼亚胡的访问 象征着美国和以色列持久的关系 并将为内塔尼亚胡提供机会 分享以色列政府对捍卫其民主 打击恐怖主义 以及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远景 一些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的 民主党国会议员们 很有可能将不会出席此次演讲 弗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桑德斯 直接表示拒绝出席 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 拜登曾公开对内塔尼亚胡的 战争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尤其是平民死亡和入侵加沙南部拉法的计划 美联社分析称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面前发表演讲 必将引起争议 届时很有可能 国会大楼内外都充斥抗议示威活动 进一步凸显了民主党内部 在选举年对内塔尼亚胡日益加剧的分歧 凤凰卫视王岐摇一伟 华盛顿报道 美国挺拔人士计划周末包围白宫示威 要求结束加沙战争 以及停止支持以色列 对此美国特勤局表示 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潜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包含粉红代码组织 美国伊斯兰国关系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活动团体 表示计划在当地时间的8号 举行示威活动期间包围白宫 而美国特勤局发言人称 为了应对本周末可能在华盛顿特区 举行的大量人群聚集活动 白宫附近已经采取了额外的公共安保措施 包括加装防攀爬围栏等 而在过去几周 美国多地接连爆发了挺拔反乙示威 总统拜登和白宫方面就表示 支持和平抗议 但是反对混乱和暴力 严格胡帅武装与伊拉克的抵抗组织 近日针对在以色列港口海法的船只 展开两次联合军事行动当中 包括两艘运载军事装备的船只 野门胡塞武装其后证实 近日在首都萨纳是逮捕了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野门胡塞武装首次与伊拉克抵抗运动 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发起两次联合行动 第一次行动针对海法港两艘运载军事装备的船只 第二次行动针对另一艘船只 胡塞武装指相关船只违反禁令 进入包括海法港在内的港口 هذا الموقف المعلن في نصرة غزة هو موقف أعلنته دول وحركات المقاومة منذ بدايته وبالتالي المنطقة الجغرافية مسرح العمليات كان يتطلب تنسيق وتعاون بين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ين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لأن تكون هناك تنسيق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بادل المعلومات يتعلق بتحديد المعاوضة يتعلق بتحديد المعاوضة تحديد المعاوضة ويجب أن تحديد المعاوضة يتعلق بتحديد المعاوضة يمن آنسا-魯拉 运动领导人表示 與伊拉克抵抗组织的 联合行动将持续升级 并声称 针对美国航母 艾斯豪-威尔号的 襲击成功后 空中交通暂停了两天 他强调 只要有可能 艾斯豪-威尔号 仍将是也门攻击的目标 攻击事件发生后 数万名野门人 走上包括首都萨纳 在内的不同城市的街头 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 全力支持 并支持野门军队 对美国及其盟国的 海上袭击 Yemenis believe that the joint operations of the Yemeni army and the resistance forces in the region are the best way to force the Israeli regime to stop committing new crimes in Gaza they say such good a nation is a nightmare come true for the U.S. and its allies Abdalatifi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 欢迎回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8号出席绿政司举办的 国安法律论坛时表示 香港回归多年 国家安全漏洞意志 未能填补 直到颁布实施 香港国安法 并完成基本法 第二三条立法 香港才有了保证发展的 国安庭政 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家安 国家安全是社会 繁荣稳定市民 安居乐业的根本 感谢中央果断出手 颁令实施香港国安法 填补了国安法律 大真空的重要部分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均有出席 论坛并邀请港澳办副主任 农荣发表主题演讲 其中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 郑彦雄在致辞中提到 香港完成二三条立法 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 形成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与香港国安法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 与特区国安委的 双法双机制 他强调立好法不容易 用好法更为意识 落实双法双机制 重在法律时效和威慑作用 在实践过程中 依法打击各类反中乱港活动 都要严格依法 执法 施法 体现法律尊严和实际结果 今年端午节与周末 连成了三天小长假 吸引大批的内地旅客来港旅游 那在8号的一早 罗湖口岸就迎来 大批的入境香港的客流 有旅客和朋友们 来香港提演唱会 也计划趁机到 标志性的景点去打卡 早上9点钟刚过 罗湖口岸香港一侧的人潮涌动 内地旅客三五成群 聚集在与口岸相连的港铁站 港铁的二维码入闸功能 受到欢迎 旅客是自行操作手机 就可以入闸 为了庆祝端午节 香港旅游发展局 推出多项活动 包含从8号开始 在尖沙嘴星光大道 举办美食街活动 方便市民旅客品尝特色小吃 10号以及15号 将分别举行端午节主题的 无人机以及海上烟火表演 15及16一连两天 传统盛世香港国际龙洲邀请赛 会在尖东附近海面上演 香港和内地从今天开始 已经一连三天的小乘假 探亲旅游购物 引发出行热潮 而香港端午节小乘家 又有哪些丰富庆祝活动呢 我们立刻联系给 正在罗谷口岸香港一侧的 本台记者张佑仁 佑仁你好 佑仁就你观察 今天北上过节人流多吗 你目前在口岸 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以及香港今年有端午节庆祝活动吗 好的雅倩 从今天上午约10点多开始 罗谷口岸这里的人流就变得越来越热闹和畅旺 而现在刚刚呢也有一批的旅客 已经通过地铁闸机 进入地铁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了 那在现场我们也发现啊 增派了不少人手为有效的旅客来提供相关的资讯 那我在现场也观察到一个细节 就是扫描二维码乘坐地铁的功能 非常受到赴港旅客的欢迎 而且现在在香港呢 其实可以扫描二维码的地铁闸机 数量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普及 包括在一些居民居也可以看到 这样可以扫描二维码的地铁闸机 所以是更加的便利内地旅客来赴港旅行 那同时呢我也跟一些拉着行李箱的旅客聊天 当中有不少旅客来自于华中地区 他们过来香港呢是专门来观看 国外的知名偶像演唱会 看完演唱会之后呢 还会到附近的热门景点来打卡拍照吃吃逛逛 顺便呢也消费购物一番 所以可见演唱会经济的发展 对于香港的零售餐饮等等相关行业 是有明显的提振 同时呢对于内地富港旅客而言 也具备较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 我也了解到在今天上午较早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的香港市民 也成群结队的组团前往 内地大湾区内的其他城市去旅行 除此之外在端午节期间 我也了解到特区政府准备了不少活动 包括在星光大道大家可以去体验美食摊档 从今天下午开始就可以去体验 同时还有跟端午节主题的知名动画人物角色 来合影拍照打卡 同时还会有无人机表演和龙舟竞技 也非常期待他们到时候相关竞技演员 相关竞技运动员他们的表现 那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先将时间交还给亚倩 好的 谢谢诱人带给我们来自欣赏的观察和报道 而内地也开启了端午的小长假 铁路预计将发送7400万人次的旅客 有关端午小长假深圳一边的情况如何 立刻连线正在深圳北站采访的本台记者陈瑞希 来了解最新情况 瑞希你好 中午好 深阳 瑞希 我非常喜欢你选择这个居高临下的 这个做连线的位置 从你背后也可以看到 这个车站是人头窜动 是不是因为现在临近中午10分 才这么多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场情况如何 以及铁路部门因应客流的高峰 又采取了哪一些的措施 好的 深阳 那么确实如您所说 其实今天是整个端午小长假期间 全国内地铁路部门运输的一个高峰日 从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后车厅的人流是不断的在增多 其实镜头也可以看下去 那么今年的一个整个端午假期期间 主要的客流还是以探亲和旅游为主 那么除了包括像一家大小来出门探亲 包括朋友 学生 同学 结伴出行 当然还有不少的是趁此机会来感受 端午传统文化的一些游学团 那么以及有像从香港来北上 潮汕 江门 赵庆等地来品尝美食亮茶的香港旅游团等等 所以深圳铁路部门也就介绍 由于今年在广东不少的地区都举行了端午的民俗活动和大型的龙舟比赛 那么是特别吸引了旅客是通过这些的一个活动来短途的进行游玩 所以像前往佛山 赵庆等地的一些车票是非常的火爆 那么包括省外的一些地区像前往香港 湖南 湖北 广西 福建等地也是热门的目的地 那么为此 铁路部门也是增加了接近150列的列车来满足这些旅客的出行需求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尽管现在是端午长假的首日 但是仍然两广地区是受龙舟水的影响 那么交通和气象部门是对天气进行紧密的一个联系和监测 也是提醒我们的旅客在出行期间一定要留意警示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北站来解到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生阳 好 非常谢谢瑞希来自深圳的连线报道 七年前发生的加拿大13岁华裔少女被杀案 凶手最终量刑结果在当地时间7号出炉 法官宣布被告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伊布拉辛阿里 被判处加拿大刑事案件的最高刑期 终身监禁25年不得假释 由于法庭颁布了禁制令 因此不能公布被害者的姓名 判刑林讯在布列天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20号法庭举行 共有144个座位的法庭内是座无虚席 被告阿里和他的代表律师以视讯的方式出庭 法官在宣布判刑前检控方式一共提交了7份受害人影响声明 其中就包括了被害人的父亲 他的哥哥和嫂子 以及被害人生前在学校的同学等 被害人的父亲通过视频发表长达47分钟的陈词 述说女儿从出生到被害前的生活点滴 以及7年来案件对一家人申请健康的严重打击和伤害 被害人的母亲也因此眼睛几乎失明 被害人的哥哥表示 无法原谅阿里至今毫无回忆 在被害人父亲沉词时 甚至摘掉耳机拒绝听取翻译的发言 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尽头 终于走到了这个案子的终结点 然后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胜利地站在这里跟大家说 我们赢了那个犯人得到了他应当的汇报 报应 案件发生在2017年7月 被害人出门后失踪 家人报警 警方数小时后 在大温哥法本拿比中央公园 发现被害人尸体 警方在2018年9月 逮捕来自叙利亚的28岁难民阿里 陪审团在去年12月8日一致裁定 阿里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凤凰卫视 组客请武警苏一恒一鸣江温哥华报导 据纽约邮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6号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中 接受一名右翼政治活动家的采访 呼吁年轻选民投票给他 并承诺永不封禁TikTok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签署通过法案 如果TikTok未能在6个月内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 就会被永久封禁 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TikTok开设账号 首个视频观看量破译之后 6号他在亚利桑那州竞选集会中 接受一名右翼政治活动家 柯克的采访时表示 他将永不封禁这一社交平台 临近大选特朗普一反 他入主白宫期间试图封禁TikTok的态度 本周他在平台开设账号 截至7号粉丝数达580万 远超拜登竞选团队账号的36万粉丝 另外纽约邮报7号还爆料称 特朗普此前与一名共和党的主要捐赠人 杰夫亚斯会面 而亚斯的对冲基金拥有字节跳动15% 也就是约330亿美元的股权 曾经由税共和党议员 终止对TikTok的限期剥离令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签署通过法案 如果TikTok未能在6个月内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 则将被永久封禁 共和卫视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7号在首都哥布哈根市中心 遭到一名男子殴打 根据目击者表示 弗雷泽里克森没有外伤 而警方证实涉案男子已被拘捕 但没有透露案发的过程 或犯案的动机 丹麦媒体当天原引首相府的信息报道 弗雷泽里克森是在首相关底附近的 红色广场 遭到一名男子殴打 丹麦警方说 涉案男子已被拘捕 警方正在对案件深入调查 有两名目击者指出 事发时 一名男子从相反方向过来 用力推了弗雷泽里克森的肩膀 但弗雷泽里克森没有因此而摔倒 只是在一家咖啡店坐下休息 而一名在红色广场工作的酒吧经理 向媒体表示 看到弗雷泽里克森坐下不久 已经在安保人员护送下离开 他说弗雷泽里克森没有明显受伤痕迹 但看起来十分紧张 欧洲多位领导人对殴打事件感到震惊 并且做出谴责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攻击民选领袖等同攻击民主 而芬兰总理奥尔波则反对任何针对民选领袖的暴力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这种卑鄙的行为 违背了欧洲所信仰和追求的一切 这起案件在丹麦就欧盟议会选举投票两天前发生 不过媒体报道称 这起攻击与竞选活动无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五件专列 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